应该说 曼玉珍委员 你先出手打我的时候 你为什么没有想到 我也是很害怕的呢 不论就身高 不论就体重体型 他都比我高大 当他先出手对我挥拳 闪过我眼前的时候 我就是才会害怕到 本能的自我防卫反应 我是自我防卫的还手的 所以你对于你自己先主动出拳 造成我的恐惧 我想你都没有看到别人的害怕 你只看到你自己 更何况你如果对于 这个纤维手 你觉得你忘掉了 你再想想看 你去看一下影迷的影片 你不但出手 你动手还动脚 对我拳脚相像 我想谁比较暴力 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整个脉络不能没有脉络 是因为国民 这是一个异常的意识抗争 国民党的立委 陈玉珍把我推挤出来 麦玉珍守在门口 他还刚推完黄结 麦玉珍推完黄结 他守在那一个走道 不让人家进出 所以我才推他 所以这个推的程序 是议场上 意识杯葛和抗争的一环 你不能因为我推 推着你要过去 要离开这个 陈玉珍的冲突的现场 你就因为我推你一把 你就可以打我 你就可以赏我一拳吗 因为麦玉珍说 他要求你跟他道歉 那他有向你道歉吗 麦玉珍委员先对我出手相向 也是造成我的恐惧 我才会还手的 所以应该要先到 先要道歉的是麦玉珍委员吧 你还说要提告委员 你也不怕告就不过 告的话我想我们 我其实是不喜欢 大家说肢体上碰触就动不动 就把这个立法院的冲突 就推给司法单位 如果必要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个奉陪到底 那我们想问一下说 就在刚直询 您觉得这个劳动部长何佩山 他也不是第一次来立法院备巡了 那您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 何部长是相当专业 这个相当的专业 他是没有空窗期 他是很专业 他历练也很深 也很有一定程度 所以他专业上是不容质疑 但是一个部长可能需专业以外 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需要 就是说一个部长专业 然后其实要考虑到 这个整个社会人民的需求 也要照顾到整个社会上 需要的这些劳动者 他们需要的政策 其实应该给劳工更多的支持 和支援才对 有人就是讨论 你过去跟警察的冲突 那个判决是为什么 从零圈圈变成丙圈圈 什么是零圈圈 就是他那个判决出事 这扯远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就事论事 不要才讨论到这个什么 零圈圈丙圈圈圈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邵太平 邵太平 你是中间 那是浦曼真 他当然这个是我是还手 而且他的拳闪过我面前 他左手这样过来 打你那一拳有很痛吗 因为他说你打他那一拳 他先打我 他闪过我眼前 他在我脸的眼前 我当然是害怕 我也是害怕才还手 他是打在我的手背上 所以当然也是会痛 但是痛 去厨房还怕痛吗 还怕热吗 谁不痛吗 大家都是父母生的 谁不会痛 我也会痛